開始一個結束把時間相減就好了 但是後來發現那個 對早期年輕的時候會這樣做年紀大之後的話慢慢 感覺這個好像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電腦都已經很快了 你根本不需要去 care那一點點的時間 因為呢 User 除非你讓他等超過 應該超過5秒鐘吧 不然的話 一般User他不會care0.5秒鐘的 所以你讓他多跑一下下應該 應該沒有而且呢有的時候這個0.5秒鐘會因為 電腦速度的更新 讓那個速度一點感覺都沒有 所以呢早期會這樣做 為什麼因為早期的電腦實在太慢了 RAM太小了 那現在電腦因為電腦都太快了 不要說i7啦 你只要i3 i5那個 隨便跑一個任何指令都已經 速度快到不行 那RAM也是一樣 早期的話宣告都會擔心說如果你 從int宣告到don 會變成32bit變成64bit 會吃掉比較多記憶體 那可是現在 為了什麼呢 不要有bug發生 因為你怎麼知道說有哪個user他突然給你 輸入一個很奇怪的數字 就很容易讓你的程式bug 對有bug出現的話那不就 就很麻煩了 所以這部分呢 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OK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4-2 4-2部分的話呢 是屬於file部分 file部分我們來看一下file部分 回圈敘述的部分 他的這個部分 他是屬於 這個叫做前測試的 file回圈敘述 什麼叫前測試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file file後面會加個什麼 條件 這個就是一個條件 那後面會有個 大瓜湖從這邊到這邊對不對 也就是這個條件 為true的時候 才會跑 進來 如果這個條件為file的話呢 那他就跳離開 就結束掉了 所以如果當label 他是小於5的時候 他才去執行這個層 裡面這一段程式嘛 OK 那基本上 其實file回圈跟file回圈呢 可以互通的 其實他們 基本上看起來是不一樣的 可是 實際上是一樣的 那你會想說哪裡 一樣哪裡不一樣 特別注意 條件一樣 file回圈有沒有 有沒有條件 有嗎 在中間那一個 因為file有一 初始值 二條件 三是 地增或地減對不對 那file回圈的話 file回圈一樣有 就是呢 file回圈呢 你一樣會要 需要給他一個初始值 通常會放在file的上面 只是這個地方 我沒有把它秀出來 一定要也是要給一個變數的初始值 只是說他不是放在什麼呢 放在條件裡面 他就很單純 條件 條件就放這裡 再來的話 地增或地減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所以一樣會有地增地減 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你可想而知 其實寫file回圈跟寫file回圈 都可以互通 你可以互改 有時候 我會就會很 就是有些時候 我習慣用file回圈 所以有時候看到file回圈 我通通會把它改 file回圈 為什麼file回圈 我看的比較懂 全部通通把它改 其實改非常簡單 那怎麼改 等一下 來看一下這個sample 請各位看一下 喔